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所以這個雷達亮哥 他是在什麼 他是在照射解放軍機嗎 他是在偵查些什麼 他現在是有什麼樣的目的呢 其實這個動作 你要配合看加拿大那個事 這樣才看得清楚 對 因為加拿大之前 也是批啪反潛偵查機 他就說這個 執行聯合國的任務 澳洲這個也是 都是這樣說 都是從加首那起飛的 不是從澳洲飛來的 可是執行聯合國任務很多 韓國 日本也在裡面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 就只有五眼聯盟有 顯然他們有額外的任務 你去想一想 加拿大那個 他們就是說已經發生60次 所以這個一定是中國已經隱忍很久 就是說你加拿大跟澳洲是什麼 你以為你是美國 就是說他們就有點胡家虎威 就是說事實上他們都是來執行聯合國任務 可是順便執行美國交代的任務 可能是偵查 他就偵查北韓要監控他的有沒有在發展核武器 等等嘛 可是要繞回去的時候 然後就偏移一下就看到另外的東西嘛 對 那可能是什麼 因為如果以北韓 靠近北韓這邊的話 他在東海那邊 他說這個海軍基地 不就大陸解放軍這邊靠近他 他如果是要回到沖繩 那就會經過沿海各省 或者再往下一點再繞上來 整個給他看過去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剛才中國大陸有個影片就直接說就是 澳大利亞這個是要偷看西沙 這個 對對對 那加拿大的部分 因為都沒有公佈那個飛行的路徑 是 而且加拿大還講得很很清楚 說他已經執行60次 那類似的狀況發生過將近20次 為什麼以前都不講 我覺得一定是出手越來越明顯 我講的是中國大陸 他不忍了啦 簡單講是他不忍了啦 還是說他們動作也越來越大了 也這麼說啦 那亮哥剛剛講的那個 加拿大的偵察機也是反潛機 然後美國的RC-1351的這個偵察機 他到今年3月為止 從今年年初到今年3月已經6次 6次抵近了中國的 涉江 山東跟江蘇三個省份 甚至距離最近的那個 它的沿岸只有29海里 29海里非常的近 那幾乎就在你的門上空 去照射你的陸地範圍 你的陸地範圍 如果有任何的軍事設施 導彈設施 防空設施 可以一覽無遺 被RC-135U的這個偵察機 其實解放軍沒有發射防空飛彈 去把你打下來已經非常客氣了 因為實在太靠近了 飛彈甚至可以lock on lock住你 把你鎖住 讓你的那個 最近也是捍衛戰士電影很紅 讓你的那個軍機發出警告 然後飛彈鎖住我們了 你要不要趕快飛走 人家沒有做這個動作 飛彈鎖住還可以不用發射啊 你只要不走他再發射 然後去訓舞就可以追了 就看你追你的軍機 那沒有lock 你是說意思是說還算對你 就是讓你的軍機發生那個 產生那個 風鳴器他會叫啊 他會有一個紅色的燈 然後就叮叮叮叮叮就被鎖住 他知道啊 你就趕快飛走了啊 是 雖然他但不是快速機是慢速機 所以澳洲的也是一樣 然後亮哥現在要把一個圖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你知道 我還回去看那個原文 chaff那個字我真的不認得 對來來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 他打出去是一個塊狀的東西 可以讓他在空中散掉 就是無限的鋁絲啦 鋁塊變鋁絲 鋁絲然後敬平剛剛講的對嘛 就是說他的雷達掃出去就一片 他說什麼都看不到 就一下看不到 你就會瞎掉 他是那種干擾彈 因為他重量非常輕 他就會飄在空中 所以那個死去時間會滿長的 我一般人說 實際時間會超過15分鐘嘛 15分鐘 15分鐘到半個小時 那你在空中15分鐘看不見 你幾乎什麼工作都不能做 所以解放軍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我知道你在用雷達在這裡偵測 然後我現在就乾脆就放這個東西 要來干擾你 不過坦白講那個澳洲的國防部長 他講那個鋁塊 什麼鋁塊 鋁塊也太奇怪了 太沒有sense 不過他沒有國防背景 我再補充一下 好來來 事實上中國跟美國是有那個 戰機在空中相遇的一些交互動的規則 他們有簽 他們有簽這個協定的 那澳大利亞跟加拿大沒有跟中國簽這個 所以中國當然就可以理所當然說 我沒有跟你有這種協定 所以我就是要趕走你 會不會也因為沒有簽 所以他們就其實呢就可以 你知道步步進逼 動作就越來越超過 美國就利用澳洲啊 澳洲你就那麼前進 美國已經像剛剛亮哥講的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和狀況 和經驗法則 澳洲不懂啊 那你就來了南海 南海你比美國還做一些照鏡的動作 那通常現在戰機上面有這個博條干擾彈 都是一般很標準的自視配備 它是對抗雷達的一個自衛干擾能力的一個設施 那甚至萬一碰到一些危險的時候 它那個還有具有這種 因為它是金屬濕或金屬鉑 或者是有金屬塗層的那個玻璃纖維 通常是一種自衛式的干擾 那澳洲的國防部長這個理查 他馬勒斯他剛剛上了又沒有國防背景 他會不懂 聽回來回報就以為說 像剛剛亮哥給大家看的那個圖 那麼大的一個什麼鋁塊 他是成千上萬的這個失調 人家做那個動作是要你連打什麼都看不到 那你只取一半 而且其他的細節你都沒講 難怪環球時報會發出七大疑問 去質問那個澳洲你當時人在哪裡 你出現了離有多遠 是不是在島礁附近 然後你出現在目的是什麼 然後你澳洲軍機被攔截之前 你做了什麼事情 人家是不是有勸你離開 有沒有這個有沒有告訴你發出警訊 那你當時距離解放軍戰績有多遠 然後為什麼不主動公布 然後為什麼又是總是大張旗鼓 又不講出來 這是環球時報問他的嘛 所以澳洲這個國防部長 你想要先討拍 你先看看你們自己軍機做了什麼事情 是啊 你看提出了這種種的質疑 那要不要回答一下 太多地方是值得釐清了 可是亮哥坦白講 如果這種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的話 真的誰知道會不會哪一天會怎麼樣插槍走火 我坦白說 中美都是大國 你飛去美國的沿海看看 你剛剛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你敢飛去勘察加半島俄羅斯周邊嗎 你試試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 所以我為什麼會把它理解成 就是說中國不忍 我覺得它可能做了一個動作惹毛 那個解放軍的殲-16戰機 就是P-8A的這個海上巡邏機或返潛機 他們機上都有一個配備 是那種紅外線干擾夾艙 它的紅外干擾吊艙 它可以做一個雷射光的照射 那雷射光照射其實很危險 你會影響飛行員的視線 假設這一台P-8A在這邊 殲-16在這裡 它做了一個紅外線的干擾照射之後呢 你會讓前方的飛行員 也看不到自己的飛行方向 很容易會撞到它或怎麼樣 那它可能要讓這個紅外線干擾照射 不要去罩著它 把那個東西發射出來去干擾到它 所以一定到澳洲做了什麼挑釁的動作 澳洲的這個狀況 讓解放軍不得不採取一些相對應的措施反制 而且你剛剛講到 所以我覺得它有可能在挑釁 如果到29海里距離都這麼近了 都已經是到門口了 那我還要再 那是美國 是啊 就是這件事啊 我手比的就是這個嘛 那我還要忍嗎 就是說對於解放軍來講說 真的這種次數如果是太多 因為他們有規則嘛 所以他可能就會飛上去 然後做一些動作要你走這樣 是 但坦白說 那這種事情真的就是越來越多的話 你不知道下一步會是什麼 坦白說執行北韓任務的 不是只有這三國 日本 韓國也是 那為什麼日本 韓國都從來沒有過這種事件 對 加拿大就有了 澳洲也有了 都是你們五眼的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